今年真的是很神奇的 可以第二次升官 而且这次升官的职位 竟然来到了空军指挥部的副参谋长 我是来自台中的永昕 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永昕越来越富有的秘密 在超马有句话说 只要收到礼物 就一定要分享 所以永昕就极力的跟营运长 就是争取在富有交流会 跟大家分享 永昕最近我的先生 夺标的大理 永昕的先生从事君子 所以先生在这20年来 其实这20年当中 有9年挂了中校 9年都没有办法晋升 那就在永昕进了超马 两年之后 因为永昕分享了导师这个课程 跟音乐会 就真的很神奇的 能量提升之后 帮助永昕的先生 可以顺利的晋升上校 那今年真的更神奇了 永昕的先生在今年 已经半年内 连续有两次升官 那第一次升官是在4月 那最近是第二次升官 大家有想过吗 在一般公司 想要升两次官 真的是 只能说微乎其微 今年真的是很神奇了 可以第二次升官 而且这次升官的职位 竟然 竟然 真的说竟然 来到了空军指挥部的 这个副参谋长 感恩导师 真的是非常感恩 这个大理实在是得之不易 那这边呢 永昕真的也是去回想到说 永昕啊 到底做对了什么 就像在太阳理念转运法 第八法当中所提到了 自身受益 广传世人 那真的很神奇的是 在这个分享当中 分享着分享着呢 不止自己的先生啊 受益了 自己的孩子呢 家人也都受益了 那其实这些受益呢 真的就让永昕自己体悟到说 不止永昕自己是家中的 小太阳 现在呢 更是家中的吉祥物 那想说大家啊 有想到当自己家里面的 吉祥物吗 其实呢 没有什么其他的秘密哦 就是呢 在超级生命密码 努力的如法实修 然后呢 去分享 那现在呢 永昕真的觉得说 非常的富足 而且是全方位的富足 祝福大家可以越来越丰盛 喜乐富足圆满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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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